许多想要求职找工作的民众在不同的求财厂商柜台前面是 这是中秋节前夕 机动就业中心特地在长龙桂冠酒店举办现场征才活动 总共有43家厂商提供1407个职缺 而就业中心也提醒想要再就业的妇女朋友 9月份开始有一个妇女再就业的计划可以申请 一旦再度就业成功 就可以获得3万元的奖励金 目前我们在9月份开始 我们有一个妇女再就业的计划 那这个计划主要是针对我们二度就业的妇女 那什么叫做二度就业妇女呢 因为有可能是因为家庭因素 结婚生子或是照顾家里的人 导致她暂时的离开了职场 那这部分她如果说有离开职场超过6个月 那之后经由我们的推介 继续进入我们的职场化 她能够稳定就业三个月90日 我们就会有给她的再就业的奖励3万元 那这个计划呢 主要就是鼓励我们的二度就业的妇女 赶快能够进入我们的职场 继续在我们职场上工作 而市议员吴华嘉也到现场参加这个活动 对于有厂商积极要开发银法族重新就业 表示支持和赞同 因为银法族的就业人口 她可能会有就是工时的问题 体力上的问题还有技术上的问题 这些层面其实各个企业现在也都在想方设法的 就是有一个新的工作规划 然后呢来争取我们银法族的就业市场 那希望呢可以让大家都能走出来呢 带动我们台湾的生产力 机动就业中心指出 总共有876位民众参加这次征采活动 有812人次投递履历 初步每合成功417人次 每合率51% 记者吴俊松 吉隆报导